2020年11月10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到游战天游 究竟需不需要扫描Mais Jatra二维码 自昨天开始就像是炸开了锅 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各个政府部门的说法不一 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混乱 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迈沙比利 在刚刚四点半的直播汇报会中 就给大家理清了情况 首先如果你是进入游战店内付款 买东西在ATM提款 因为是有接触到收银员 以及店内的其他顾客 因此都必须要扫描Mais Jatra 或是要手写登记 那么第二 如果你是要使用在游战的祈祷室 或是厕所 也是需要扫描Mais Jatra 或是手写登记的 那如果你没有进入店内 而只是在游泵处自行刷卡 自助添油 没有接触到员工 那就不需要扫描 再来 如果你是隔着游站的小窗口付款 没有进入店内 也是不需要扫描的 但值得一提的是 伊斯迈沙比利也有提到 如果是有很多人在小窗口前排队 那就另当别论了 至于在游站自己为轮胎打风 也是不需要扫描的 另外如果你是把车送到游站旁的维修中心维修 有接触到维修人员 就需要扫描 至于到游站的洗车中心洗车 如果是有接触到洗车员 就必须要扫描 那如果是自动洗车 没有接触到其他人 那就不需要扫描了 伊斯迈沙比利说 游站的SOB 其实原本就已经存在 只不过之前的SOB不够详细 大家对于游站这个字眼的诠释不同 才会引起混淆 如今这些细节都已经理清了 他说最新的游站SOB 将会上载到贸销部的官网 换个焦点 霹雳州以保打门 今天凌晨1点多就发生了土崩事故 位于山丘旁的度假村 The Bandjaran Hospital Resort受到了影响 一对下他该度假村的华裔男女 因为困在水疗按摩浴池 历经8个小时的搜寻之后 两人被证实已经毙命 这两名罹难者分别是39岁的男子 黄志伟以及32岁的女子 李子军是马来西亚籍的华裔 并非来自霹雳州 不过详细的资料仍有待调查 而根据警方的调查 事发当时该度假村共有4间别墅 有人居住 相信男女死者事发当时 是在水疗按摩浴池内 因此没有听到度假村员工的 紧急疏散通知 而霹雳州土地及矿物局方面 则是说该度假屋被石灰岩所包围 而石灰岩上是有泥土以及树木 在昨晚大雨下 泥土就变得松散 因而导致了这场土崩 酿成了悲剧 那么今天还有哪些焦点新闻呢 这就包括了 雪兰俄州在被污染 四座沥水站紧急暂停运作 阿兹敏受委国盟全国竞选主任 还有就是 槟城PPP车牌线上竞标系统瘫痪 提早结束引起不满 那么预知新闻的详情 就欢迎大家关注光明网 光明脸书 以及光明网的手机apps 这一节的新闻就给您播报到这里 别忘了要谨慎防疫 感谢收看